神經病,這個廚房真的瘋了 完全是可以跑步都行 問完之後發財了什麼,我跟你說 大家以為又完了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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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最關心的就是 租金的問題 Hello,大家好,我是吉吉 現在我人位於澳門 今次會來澳門玩兩天一夜 但今次我沒有預約到酒店 因為花姐說她家實在是太大了 有太多位置給我,又跑又跳 然後還可以來選房間睡 今次她就會做我一一的房東 花嫂婆 今天我住在她家 然後現在可以帶大家來參觀一下 3700呎 即是大到令我大開硬價的家 租的就不是買,沒有簽名 我們現在一進到門口 首先就有個圓關 這個不是叫圓關,茶几 圓關的位置 這是潑水站 已經感覺到滿滿的氣場 然後一進來,已經立即是大廳了 我們先看看海景 無敵大海景,是超開揚的 其實這個景就是我決定要租下來的原因 因為我覺得我看著這個景色 也是 因為昨晚我們看到夜景 真的覺得很美,超舒服 然後晚上就會亮燈 看到整個澳門的夜景 這是我的早餐桌 這個好像整個咖啡的桌子 你想像一下,你坐在這裡 然後聊一會兒 還有一杯飲料 那天是很開心的早晨 雖然話說有很大間屋 其實我本來打算做Studio 因為Studio做到家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大一點的工作環境 但是同一張桌又是工作又是吃東西 我就會覺得很壓抑 所以這張桌我是不會在這裡工作的 這一張就是早餐加下午茶台 沒錯,就是兩個人二人世界 啊,輕鬆一下 然後就有這張沙發 一坐就可以看著 超開揚 然後這裡就有一張書台 這個是不是你的工作台 放了電腦和攝影器材在下面 然後就到這邊 這邊好像是你開會的位置 我聽說 這邊就是吃飯的 這邊就是開會的 你會感覺到工作規律 稍微就是深色一點 裝工感覺一點 但是如果是生活一點 我就想Color 運氣一點 有一個電視機 電視機就不可以看電視的 是用來開會 開那些PowerPoint 白板 白板 上次它就是在深水埗買的這些磁石 然後這裡 這個角落我已經覺得很棒了 因為這些酒精愛好者 我一看到可以放在它的酒 它的珍藏 然後你要不要介紹一下 裡面 其實我們的室內 超級多這些平冠冠 你屋子有沒有有這樣的地方 我沒有 其實我看到你這樣 都令到我覺得我應該要養生一下 其實我真的很少 還有這個還沒說 這個昨天我一來到 已經是馬上看到 我已經覺得 哇 神經病 我家裡都一定要有一個 叫做黑膠器 其實它很好的 它可以黑膠又可以淋 哇 這個 它還有那些 聲音 是很有感覺 昨天就是聽著歌 然後看著外面的夜景 真的很棒 那我們現在就參觀這個房間 好啊 第一間房 這個完全是一個studio的感覺 它是純白色為主 這個是給你平時拍照片的房間 對 拍照片 或者採光比較好 因為這間房間很冷 這間梳化又可以製成梳化床 對 它可以馬上移動下來 然後就變成一個 好像榻榻米一樣 這邊就是當旺 拍攝的道具 放在這裡 所以在這裡拿完之後 就在外面拍很多 很多拍攝器材 很多拍攝器材 例如這些假麵包 但這些一定會適用 一定會用得著 對呀 我們有時候 之前想拍一些露營風的 那這些全部都是 接著 介紹了主人房先 好整齊 嘩好整齊 是嗎 有收拾過的 其實你知不知道 一開門後 是不會對著床頭 我一開門 我看到有人回家 其實是不吉利的 所以我就會製造一個 平風 是紫的平風 其實風水是可以很modern 就是不一定要很老 不一定好像以前那些 那些掛 對呀 要掛什麼 其實一眼光光了 這間主人房就是 純白色 少許黑色到軟著 少許modern 對呀 少許modern 梳妝桌 對呀 你可以試一下 OK 因為陽光照著 就會看得最清楚 這個位置是 好像一個寫生位 看一下書 對呀 有本書夾在這裡 真的有看書 有看一下 我就不需要拿著本書 這樣就可以看 嘩好笑 然後 嘩 這個位置 其實呢 我和這些全部都是紙袋 就不是真的賣了很多東西 但是為什麼 我要把這個位置 包裝得那麼便宜 就是因為其實是風水的東西 其實這個財位 就一定要放一些很吉利的東西 就不可以放些什麼單 一定要放錢 禮物 名牌 這個是香水櫃 對呀 香水色物的 OK 那就帶大家來到我的walk-in closet 耶 其實沒什麼太大的東西要說 只不過我想提一下 這個地毯是我們自己貼的 我硬是覺得 衣服間一定要有地毯 有時候我的衣服可能在地上 心的罪惡感都不會很大 但其實都是裝不完 因為這裡就是 可能是秋天 夏天為主 但是一些冬天的大衣服 都不是放了很多件 這個就是Miguel的 大家看到那個對比 男生和女生不太正常 它還要是 還要是 順便冬天下 夏天 好了 就到主人房的洗手間 因為有兩個 不用搶洗手盆 門後面也是有一個旗缸的 真的兩個一起洗澡都可以 一個是浸泡 一起拆 然後就到我們家裡的一個 Storage room 現在洗澡東西 M間已經把帶了 這個Storage room 我也很想有一個 因為我家裡這些東西 是很暖 永遠是不知塞在哪裡 好了 那這間房間你介紹吧 OK 這間房間 就是我昨晚住的一間房間 帶大家參觀一下 其實這個本身 應該就是Studio 2 每個角落都是一個影響好地方 就是這樣坐在這裡拍已經很棒 沒錯 因為我就是想 可能這間房顏色一點 顏色會豐富一點 我們就是會用傢俱去做 點綴翻 這張床就是平常吵架的時候 每間自己過來睡醒 反省床 還有這間房間 每一間房間都有 退房 也是有廁所 也沒有空間 大家以為房間已經結束了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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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Studio 3的角落 代完成 是 是 我說這間是她未來的BB房 以後她的寶寶 Oh my god 你可以做我的寶寶嗎 可以啊 我可以 我願意做你寶寶 媽媽 送我的媽媽 OK 我們先介紹一下 好 這個是Store Room 1 N 已經數不到 大家是否以為已經有完呢 No 還有還未說廚房 咦 這裡當然要說一說 對 首先 這個很重點 這個味道 很香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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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木味真的會令人勤力工作 對 滿年一生 其實這些風水東西最主要是看誰送的 對 聽說我送的人也很有料 沒有 是我送的 這個味道真的完全是我喜歡的 因為我整家屋都有些木味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她會很喜歡木 彈香 木是很旺的 對 這個就是因為我打算來她的家作客 所以我就送了這個 然後就要進來這個廚房 神經病 這個廚房真的瘋了 完全可以跑步都可以 而且她這個很開揚的感覺 因為通常廚房很暗 都會很暗 弄一下咖啡 看看風景 多開心 但其實這個是神像 真實的 但最後是很少用 對 大家以為又完了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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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對白要說幾次 其實這裡還有 還有 這間房本來不是雜物房 製作了一些燙豆 然後放了一些我平常出活動的衣服 燙一下衣服 然後這個又是Storm Room End 這裡是很亂的 就是工具 梯子 這對門厲害了 這對門我們剛才已經研究過了 如果 如果 叫做小三門 如果 很多人花姐 今天看了哪個男生回來 對呀 哪個重行 對呀 突然Miquel 開門 然後怎樣離開呢 不要緊 首先可以在工人房 對呀 等到適當的時間 對呀 立刻可以在這個後門 對呀 這裡其實就是後門 浸房 有升降機 對呀 這個後門就可以安全離開 耶 我們剛剛就已經參觀完花姐的家了 作為香港人 都會有些小問題 想問一下 關於澳門人的家 本來吧 首先第一題 最擔心就是 是租金的問題 我猜到你會問 本來為什麼要租金 但是說真的 我們兩個人 住不了三千七百尺 本來我就是想 我跟Miquel一起了八年 很想出去住一下 如果在澳門普普通通 租房子 都要晚幾個月 然後我又想租多一個studio 是給拍照 拍攝 公司的東西 我就覺得 如果這兩個地方 混合在一起 那會不會OK呢 所以我們就算了 牙關就租大一點 租金是 租金其實 你預算是四萬樓下 所以我都明白為什麼 你一來到 看到這個景觀 看到這個尺寸 真的立刻決定要租金 然後可能大家都會想知道 在澳門住的生活成本 就是水電煤 拍車位養車 我們政府會補貼200元的水費 所以我們不用交水費 所以水電煤加上一個月 一千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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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石油氣 如果養車呢 養車 因為TESLA 我們給了一成首期 工程就是六千多元 如果攤分五年的話 剛剛說的租金 其實是包括兩個 很棒 這個是重點 而且澳門的泊車費也很便宜 是啊 我真的覺得香港的泊洋車太貴了 隨便香港尖沙咀的商場 停車場都要四十元一個小時 但你澳門可以幾元一個小時 很誇張 貴一點的都是十幾二十元 我覺得澳門生活成本是低很多 但是我覺得機會不一樣 在我眼中 我自己很喜歡香港這個地方 因為它的機會很多 人很勤力 而且很快 真的很快 每個人都是走路 都是跑步 對 做事很有效 很organized 其實我也挺喜歡跟香港人做生意 但是澳門就是一個 挺適合 退休生活的地方 大家可能步伐會慢一點 人情味會浓厚一點 好啦 我們還沒睡醒 謝謝花姐 讓我在這裡寄生了一天 我先走了 拜拜 下次我再來澳門找你 可能之後長期我都會 長住在你家 你做我的寶寶 對 小的媽媽 拜拜 小的媽媽 沒睡醒 unbox會嗎 我們不行